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摩西的岳父 米甸祭师耶特罗 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 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 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 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 就是摩西从前打花回去的 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格顺 因为摩西说 我在歪帮做了寄居的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 因为他说 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 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摩西的岳父 岳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 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 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他对摩西说 我是你岳父 岳特罗带着你的妻子 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 向他下拜 与他亲嘴 彼此问安 都进了帐篷 摩西将耶和华 为以色列的缘故 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 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 都述说与他乐互听 岳特罗 因耶和华 那以色列的一切好处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便甚欢喜 岳特罗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 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 向这百姓夸狂傲的事上得知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 岳特罗 把凡祭和平安祭献给神 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 与摩西的岳父 在神面前吃饭 第二天 摩西坐着审判百姓 百姓从早到晚 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摩西的岳父 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 就说 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独自坐着 这种百姓从早到晚 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摩西对岳父说 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 我便在两兆之间施行审判 我又叫他们知道 神的御立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 你这做的不好 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 因为这事太重 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 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 将案件咒告神 又要将律立和法度教训他们 指示他们当行的道 当做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 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会神 诚实无望 恨不易之财的人 派他们做千夫掌 百夫掌 五十夫掌 十夫掌 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大事都要沉到你这里 小事 他们自己可以审判 这样你就轻审些 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你若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 你就能受得住 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 归回他们的住处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户的话 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 拣选了有才能的人 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 做千夫掌 百夫掌 五十夫掌 十夫掌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有难断的案件 就沉到摩西那里 但各样小事 他们自己审判 此后 摩西让他的岳户去 他就往本地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